各位弟兄姐妹 我是林慈信 欢迎收看空中神学讲座 与神学有约 在这讲的主题是 威敏斯特信仰告白 我们在谈论恩典之约 就是上帝在圣经里面 所设立的旧法 耶稣基督是这个恩典之约的宗宝 所以不论是旧约时期的恩典之约 或者新约时期的恩典之约 真正的宗宝是耶稣基督 真正的圣所是在天上 从人类的历史来看 旧约时期有大祭司 有祭司 有帐幕和圣殿等等 这些都是预备和预表 和预言 耶稣基督要来 所成就的救赎大功 从天上的真正的圣所来说 旧约的帐幕和圣殿 是按照天上的模式而建造的 所以是一个影子 天上是实体 从新约时期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钉死了架死和复活 这个角度来看 旧约是预备 预言 和预表 我再说一次 从天上的实体来看 旧约的是影子 新约的是实体 天上的是实体 从新约时期来看 旧约是预备 预言 和预表 我们的亲战告白 告诉我们 这个约在律法时期 和复印时期 旧约和新约时期 施行这个约的方法不一样 在旧约时期 恩典之约是用 应许 预言 献祭 隔离 预业节等等 这些都是预表 将要来的耶稣基督道 我们读了 西伯来书第八章 和第九章了 现在我们来读 西伯来书第十章 从第一节开始 律法 既是将来美式的影子 不是本物的真相 总不能借着 每年长线一样的祭物 叫那进前来的人 得以完全 旧约的献祭 不是真正 捷径人的心灵的 是一个影子 是将来新约的影子 若不然 第二节 献祭的事 岂不早已止住了吗 就假如真的能够 救赎人的话 就不用再献了吗 因为礼拜的人 良心既被捷径 就不再觉得有罪了 但这些祭物是叫人 每年想起罪来 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 不能除罪 这些都是为了预备 神的选民 接受耶稣基督的 所以第五节 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 就说 上帝 祭物和礼物 是你不愿意的 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凡祭和赎罪祭 是你不喜欢的 那时候我说 上帝啊 我来了 为要照你的旨意行 我的事在经卷上 已经记载了 以上说 祭物和礼物 凡祭和赎罪祭 是你不愿意的 也是你不喜欢的 这些都是照着律法线的 后又说 我来了 为要照你的旨意行 可见祂是除去 在先的 为要立定 在后的 那这里呢 从新约的角度来看 旧约 所现的旨 不是上帝 至终的 的旨意 但是基督既然来了 上帝为他预备了身体 基督也顺服 上帝献上他自己 恩典之约就一次过 最后一次的 就设立了 就完成了救赎之功了 我们继续读第十节 我们凭着旨意 靠耶稣基督 只一次 献上他的身体 就得以成圣 凡祭司 天天站着 事奉上帝 屡次献上 一样的祭物 这祭物 永不能除罪 但基督 献了一次 永远的 赎罪祭 就在上帝的右边 坐下了 从此 等候他仇敌 成了他的脚凳 因他一次献祭 便将那得以成圣 的人永远 完全 所以耶稣基督是 在末后的日子 一次过 献上自己 救赎的工作 就完成了 第十五节 圣灵也对我们 做见证 因为他既然 已经说过 主说 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 写在他们心上 又要放在 他们的里面 以后就说 我不再 纪念他们的罪欠 和他们的过犯 这些罪过 既以赦免 就不用再为 罪献祭了 这里告诉我们 不单单是 耶稣基督献上 他自己一次过的 而且上帝 把耶稣基督 成就了救恩 又施行在 他的子民的 生命中 上帝赦免 他们的罪 不再纪念 将上帝律法 写在他们的心里面 给他们一颗 顺服遵循 律法的心 第十八节 这些罪过 既以赦免 就不用再 为罪献祭了 好 十九 弟兄们 我们既因 耶稣的血 得以坦然 进入至上所 是接着他 给我们 开了一条 又新又活的路 从慢子 经过这慢子 就是他的身体 又有一位 大祭司 治理上帝的家 这里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 一次过成就了 救赎 他就开了这条路 不是透过 地上的帐幕的慢子 是透过 耶稣基督 他自己 来到上帝的面前 而且耶稣基督 不断地做 我们的大祭司 管理 所有教会里的成员 就是上帝的家 二十二节 并我们心中 天良的亏欠 已经洒去 身体用清水洗净了 就当存着 诚心和充足的信心 来到上帝面前 也要坚守 我们所承认的指望 不致摇动 因为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又要彼此相顾 极法爱心 勉励行善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倒要彼此劝勉 既得到那日子临近 就更当如此 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之后 若故意犯罪 赎罪的既就再没有了 这里就告诉我们 既然耶稣基督 开了这条路 给我们到了上帝那里 耶稣基督 继续做我们的大祭司 我们心良心 也已经洗干净 所以按照上帝的应许 上帝的保证 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盼望 我们要坚守着 不要摇动 要用行善 用爱来回应 基督给我们所成就的 也是所施行的 伟大的救赎 下面还有一大段 讲我们的信心 必须要坚守 要忍耐 都是因为上帝的应许 和上帝的作为 基督一次过成就了 接着他的死 他的复活 他的升天 他坐在父神的右边 还有其他的经文的 讲到旧约是预表 耶稣基督的 罗马书第四章 第十一节 并且他受了格里的记号 他是指亚伯拉罕 他受了格里的记号 做他未受格里的时候 因信称义的印证 叫他做一切未受格里 而信之人的父 使他们也算为义 这里告诉我们 格里 自从亚伯拉罕时期以来 是一个的记号 是一个的印证 什么的记号呢 因信称义 就是上帝的恩典的记号 什么的印证呢 因信称义 上帝恩典 上帝为他自己的恩典 他自己所做的兼容 格勒西书二章 十一到十二节 你们在他里面 也受了不是人手 所行的隔离 乃是基督使你们 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 你们既受洗 与他一同埋葬 也就再次与他一同复活 都因信 那叫他从死里复活 上帝的功用 这两节经文 应该这样来读到 你们既然受洗 与他一同埋葬等等呢 就在他里面就受了 不是人手 所行的隔离了 就是说旧约的隔离 是用人手 行在人的身上的 是预表 是见证 耶稣基督所成就的 不是用人手 所行的隔离 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 和他的复活 洗尽我们的 心灵和身体 旧约的隔离 预表 新约的 真正的 救赎 洗尽 事面 哥拉西书第二章 第十七节 这些原是后世的 隐儿 那形体 却是基督 旧约是影子 真正的那个实体 是耶稣基督 哥林多前书第五章 第七节 你们既是无教的面 应当把旧教除尽 好使你们成为新传 因为我们逾越节的 高养基督 已经被杀 献祭了 所以旧约的 逾越节的 无教兵 逾越节 整个的 过节的礼仪 都是预表 耶稣基督 和耶稣基督 在我们身上 所成就 使我们成为 新人 新的子民 旧约是预表 新约是实体 我们继续读 第七章 第五段 在当时 就是在律法 或者旧约的时期 这些预表 借着圣灵的运行 足以有效的 教导选民 使选民对所应许的 弥赛亚有信心 知道借着 他弥赛亚 才能够得到 完全的赦罪 永远的救恩道 9月时期 这些预表 是足够的 圣灵用这些预表 来教导选民 信靠弥赛亚道 我们来读经文 希伯来书 十一章 十三节 这些人都是 存着信心死的 并没有 得着所应许的 却从远处 望见 且欢喜迎接 又承认 自己在世上是克里 是集聚的 亚伯拉罕等等 他们没有得到 在世界上 真的大宗肉身 的耶稣基督 没有 见证到十字架 和基督复活 但是 从远处 看到 迎接 就因为这些的应许 这些的预表 他们就信靠 抓住 耶稣基督了 约翰福音 八章 五十六节 耶稣这样说的 你们的祖宗 亚伯拉罕 欢欢喜喜的 仰望我的日子 既看见了 就快乐 所以亚伯拉罕 透过这些的影子 是信靠 迎接 等候 耶稣基督的 耶稣基督 是亚伯拉罕的救助 这个月 是称为救月 有预表 有预言 有应许 经文 加拉太书 第三章 七到 第九节 法罗说 那以信 为本的人 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并且圣经 既然预先看明 上帝 叫外邦人 因信称义 就早已传福音 给亚伯拉罕 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 可见 那以信为本的人 还有信心的亚伯拉罕 一同得福 这里告诉我们 上帝已经把福音 恩典之约 白白的恩典的福音 已经传给亚伯拉罕了 亚伯拉罕 用信心领受了 就等于我们今天 在基督已经死 已经复活之后 也是借着信心 领受 这个白白的恩典 加拿大书三章十四节 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 因基督 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 使我们因信 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不论是亚伯拉罕 在加拿大书第三章八节开始 或者我们 都是因为 耶稣基督的缘故 因为他的救恩的缘故 领受圣灵了 第七章的第六段 在福音时期 当约的本体 基督显现的时候 施行或者执行 这个约的方法乃是 传扬圣道 施行洗礼和施行圣禅 这些条例 虽然数目比较少 实施方式比较简单 外在的荣耀也比较少 但是借着这些方法 却把这个约以更完整 更多的证据 更有属灵果效的方式 带给万国万民 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 表明这个约的意义 这个约称为新约 这样看来 这并不是两个 本质不同的恩典之约 而是一个相同的约 但是施行或者执行的方式不同 我们来看经文 在福音时期 约的本体 耶稣基督显现了 我们来看经文 哥勒西书二章十七节 这些源是后世的影儿 那形体却是基督 加拉台书二章十七节 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 却仍旧是罪人 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 断胡不是 意思就是说 基督已经一次过 成就救恩 救了蒙简选的罪人了 所以当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新约时期 执行这个约的方法 乃是透过神的道 洗礼和圣餐 数目比较少 但是更有效 我们来读经文 上帝的道 基督的话 乃是执行 执行传递这个恩领之约的 救恩的方法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 二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 对他的使徒们说 你们要去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奉父子 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尝与你们 同在这道世界的末了 这里告诉我们 传基督的道和施洗 就是执行或者传递 恩领之约的救恩的方法 还有圣参的 格林的前书 十一章 从第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 保罗说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 原是从主领受的 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页 拿起饼来诛谢了 就白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又照样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 所立的新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圣参就是基督的约 或者约的一个的记号和印象 新约透过神的道 洗礼和圣参 更完美的 把恩典之约 就是福音带给万国 万民包括犹太人 和外邦人的 在福音二十八章 十九节 我们已经读过了 要使万民做基督的门徒的 以福所书 二章十五到十九节 保罗是这样说 耶稣基督呢 他以自己的身体 废掉冤仇 就是呢 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为要将两下 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 如此 便成就了和睦 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 便借着十字架 是两下归为一体 与上帝和好了 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 给你们远处的人 也给那近处的人 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 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 尽到父面前 这样 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 是与圣徒同果 是上帝家里的人了 外邦人与犹太人一样的 能够借着信心 信靠耶稣基督 进入到恩典之约 这些都是表明 这个约的意义 就是说神的道 洗礼圣参等等 要在万国万民的面前 表明恩典之约的意义的 而这个恩典之约的来源 是在天上 所以万国万民 借着信心呢 就已经来到天上 来到上帝的面前 来到基督的面前 谢伯来书 十二章 二十二到二十七节 你们乃是来到西安山 永生上帝的诚意 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那里有千万的天使 有名录在天上 诸长者之会 所共聚的总会 由审判众人的上帝 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 并信任的中宝 耶稣 以及所洒的血 这血所说的 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 你们总要谨慎 不要弃绝 那像你们说话的 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 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 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 警戒我们的呢 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 但如今他应许说 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 还要震动天 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 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 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基督已经第一次来 死个复活了 所以我们就已经进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 与上帝 与耶稣基督 与众圣主基督圣灵呢 已经在一起了 但是还有耶稣基督第二次来 震动地和天 所以我们要谨慎 等候信靠 顺服 但是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约里面 福音里面的实在 耶利米苏31章33到34节 旧约里面所讲的 信约已经成就了 我们真真正正的 有了上帝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了 我们真正认识神 我们的心灵身体都被他来洁净 耶利米苏31章33到34节 耶和华这样说的 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以色列加索立的约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心上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这个是上帝表达他的爱的说法的 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灵舍 和自己的弟兄说 你该认识耶和华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 都必认识我 认识就是与神有最亲密的关系的意思 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 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个是表明了 上帝的话表明了恩典之约的意义 这个约称为新约 这个是新约 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 二十二章二十节 耶稣饭后 照样拿起碑来说 这约是用我学所立的新约 是为你们留出来的 谢不来书第八章七到第九节 那前约若没有瑕疵 就无处寻求后约了 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 日子将到 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 另立新约 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首领 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与他们所立的约 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 我也不理他们 这是主说的 上帝立一个新的约 因此旧约和新约 不是本质上的不同 其实是只有一个恩典之约 只有一种的教法 只有一种的旧法 也只有一味的旧主中保 不过在外表施行这个约 执行这个约的方法 那些的礼仪行事 是有所不同的 我们下次就会读第七章 最后的一套经文 一个月 一个旧法 一个旧主 读完这些经文之后 我们就会进入到第八章 论我们的中保 耶稣基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